好 上一集我们为您介绍了 美国劳工保险 如何保障工作意外之后 在面对上班期间出公差 遇到意外伤害 雇主和员工该怎么做 才不会触犯劳工法呢 我们继续邀请到资深的劳工法律师 这詹家蒙为观众来详细解说 看一件件的交通意外 从无法想象的角度发生 就算驾驶人正在出公差 已经提高警觉 也很难完全避免掉 这种突如其来的车祸意外 因此詹律师表示 强制公司购买劳工保险 就是希望能全面预防 类似的意外在发生 比如说送货员 有可能尤其是送货员 你搬货搬到车上 然后就开车出去送货 假如说在送货这段时间 车子跟人家车祸 其实那也算是工作上的受伤 所以那也是 雖然没有人喜欢遇上车祸意外 不过面对部分员工求好心切 选择隐瞒车祸事故 或因为车祸后的责任归属太大 而不敢告知雇主的行为 战略师表示这种做法非常不可取 法律上是30天一定要跟雇主讲 因为你超过30天 保险公司跟雇主没办法做一个 详解的 说为什么会发生 其实跟雇主讲是很重要的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保护你自己看医生的权利 第二像说这种受伤的情形 避免以后别的员工 或是受伤的员工 自己本身又一次的受伤 反过来说 面对一些雇主主动向员工提出 愿意支付医疗费用 却不希望员工向保险公司举报 避免保费上涨 面对这样的要求 战略师也提醒业者注意 这种做法涉及到隐匿不报 是公然触罚的行为 那是犯法的行为 因为法律上规定 员工受伤 不能老板自己掏腰包 付给医生 让员工接受治疗 一定要从保险上面 让保险公司付 不过没有保险的情形 那怎么办呢 第一 员工还是 就是变成说 在这种情形下面呢 还是需要看医生 不过呢 变成说 看医生的治疗 变成是雇主要付这个钱 不只知情不报 已经违法 面对小部分业者 在员工意外伤害发生后 才被查出没有投保劳工险 战律师表示 相关的法律责任巨大 甚至要坐牢 雇主在法律上 当然也有责任 第一他对员工没有买保险 所付的医疗费都是变成他要付 医疗费啊 还有说变成的律师费都可能要付了 temporary disability 员工没办法回去上班 这段时间的钱他也要付 最大的问题是说 假如雇主没有付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 那第一就是 有可能呢 被被起诉 然后呢 去监狱关上一年 那还有被罚十万块 不止员工出公差受伤 雇主要付连带责任 战律师表示面对办公室内一些长久性的工作 可能导致的碰撞或扭伤 公司也应该提供预防教学 避免员工遭遇长久性的伤害 像秘书每天打个八个小时 当然打八个小时 手久了以后呢 也是会受伤 所以呢 他并不是说是一次的 一次受伤就算了 有可能是长久的受伤 假如是长久的受伤呢 员工需要跟老板讲 说哦 我的手 还是我的腰 脖子 有些身体上的部分呢 已经有 有不移 那就是 有可能是工作上引起的 鼓励华人中小企业 遵守劳工法规定 保障员工和雇主的工作环境外 更多意外事故发生后 应该依法处理的步骤 以及细项规定 战律师还会在下一集 为观众朋友解说 民众咨询个别案例 欢迎上网查询 东西文叶永志彭迪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